这是一伙善良的炸骑士 一旦不幸成为他们的目标 下场就是人还活着 钱没了 但好在他们从不坑好人的钱 虽说从没失手过 可这次他们却遇到了一个难成的对手 他是个十恶不赦的黑帮大佬 依靠地下赌场积累了许多不法之财 是个坏事做尽 彻头彻尾的恶人 他们就决定拿他开刀 骗光他保险箱里的三亿积蓄 他们假扮成证券人员 找到黑帮大佬卷毛 谎称可以把不法钱财转手 变成合法钱财 并且本金还会翻倍 在巨大的金钱利诱下 卷毛一听就来了兴趣 当其拿出了五千万 决定让他们试试水 达子他们回去后 合力凑了五千万 打算放长线钓大鱼 小帅和德叔劝他见好就收 可达子却自信地说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等他们连本带力 把一亿现金交到对方手上时 卷毛直接摊牌不完了 还当场拆穿了他们的身份 吓得三人只能赶紧逃走 点点打咽 今年被咽灼了眼 这次失败让他们很不甘心 决定吊几条小鱼打打气 他们假扮成跑车销售 准备小片一笔 结果老头正准备签字 居然当场咯屁了 卖车不成 他们又卖起了房 富婆兴高采烈地准备付款 突然一颗天降陨石 直接把别墅变成了废墟 小帅和德叔一致认为 是达子的运气用光了 就连他抽的签上都写 温神将至 万事逢灾 未逢谷底 不得翻身 为了不受牵连 小帅和德叔劝他安分一点 并且决定暂时收手 为此他们大吵一架 打子一气之下 说出了解散 之后 小帅找了个遗物整理师的工作 这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 老板娘洪姐也对他十分照顾 然而同事们表面上满怀 敬意地整理遗物 背地里却将珍贵的遗物 高价卖出去 从中谋取暴力 之后又将没用的旧物品 随意地丢弃在山里 还恶狠狠地警告他闭嘴 饥饿如愁的小帅立马决定 给他们下套 以示惩戒 而达子也找到了新帮手 势必要让卷毛付出代价 反观德叔 居然苦练厨艺 在一个海边面馆当厨师 身边还有一个美女相伴 闲暇时没来眼去 就好像找到了真爱 可实际上对方是个感情骗子 专挑退休的孤独大叔下手 这个女人在整理别人遗物时 意外从柜子里 发现了一大厚厚的藏宝图 她将信将疑地带走两张 当天就带上工具 来到藏宝的地点 一伙人一直忙活到深夜 果然挖出了一套清朝的茶具 另一张宝图 挖出了珍贵的钻石项链 可红姐还不满足 盯上了柜子里所有的藏宝图 那里一定有着巨大宝藏 为此她找到主人家 想用十万元买下桌子 可对方却表示 这是过世的爷爷最喜欢的桌子 说什么都不会卖 除非一千万还能考虑考虑 听到这种高价 原以为红姐会放弃 谁知当晚他们就偷偷潜入 将柜子里的藏宝图偷走了 等到小帅发现后 早已为时已晚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下的套 计划失败后 她决定偷偷把茶具和项链拿回来 可却被人当场发现 转头就是一闷棍 大晕还不忘补上一下 而德叔整天在面馆帮忙 狼情惬意好不自在 波子过世的丈夫 欠下了一大笔钱 他不得不独自扛下巨额债务 开肩面馆艰难度日 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德叔当场中招 真挚地奉上了自己的养老金 憧憬着美好的二人世界 可第二天一睡醒 旁边只剩下空床铺 养老金也不翼而飞 面馆里只留下一封离别信 而波子早已带上钱 波子的生活寻找下一个冤大头 而波子的新帮手肥兰 已经成功混入卷毛的赌桌上 随后波子又带着一亿筹码现身 两人准备互相配合 拿回之前被坑走的五千万 一上场 波子就表明身份 将所有注意都吸引过来 胖兰就趁机出千 赢得盆满钵满 但是卷毛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就在胖兰发牌的时候 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随后掀开底牌 三张A 楚老千被当场抓住 胖兰立刻就被制服 绑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其他人见状纷纷离开 唯有达子十分执着 决心要把钱赢回来 他看完手上的牌 就把筹码全部压了上去 对方也毫不示弱 大手一挥照跟 达子提着两袋钱 兴高采烈正准备离开 可卷毛却突然出言嘲讽 这句话成功激起了达子的好胜心 他将手上的钱拍在桌上 这是一场上亿豪赌 运气究竟会站在哪边 达子的牌有点差 可他依旧镇定自若的 将所有筹码全部压上 对方也分毫不让 当他亮出底牌时 牌型居然变了 原来他在刚才的一瞬间 换了牌 然而卷毛依旧面无表情 随即亮出底牌 居然是铜花顺 刚好卡住那张黑桃A 这下达子彻底血本无归 卷毛也给了他一句忠告 原来他早已设想了所有可能 就连警察内部都有眼线 随后他通过密道离开 警察就拂拥而至 将达子和胖蓝包围 他们彻底被摆了一道 但好在达子是出饭 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他找到德叔和小帅 三个人都败得彻彻底底 然而达子伤心一秒过后 居然再次振作起来 原来早在几周前 达子就已经有了计划 他在杂乱的资料中发现 一物仓库的红姐 居然是卷毛的女友 于是他就派小帅去卧底 让德叔去海边面馆潜伏 等红姐拿到藏宝图 得知宝藏有200公斤金块 就迫不及待的跑去踩点 果然发现了埋金子的古井 而旁边刚好是海边面馆 他又误以为德叔是老板 为了在挖掘时不引人注目 红姐就准备买下面馆附近的地皮 于是通过德叔的介绍 他找到了假扮的包租婆 包租婆表示 那块地是祖传的 打死都不会卖 最后好说歹说 把价格谈到了六个亿 而这和地下的金山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于是红姐立刻打电话 给自己的老乡好 准备找他拿钱投资 一见面卷毛就说起了堵桌上的事 胜利的喜悦让他放松了警惕 夜气风发的拿出了六个亿 等打死他们回到家时 满屋子都是白花花的马内 之前的投入全部回本 女骗子风光的开着车 以为这次钓到了大鱼 谁知手提包里的钱 只有第一张是真的 里面还夹着一封信 而卷毛还带着小弟们 在拼命地挖坑 由于挖得太深 还差点被活埋了 最后只能一无所获地 回到面馆 一个个也都累得不成人样 打死将这些不义之财 匿名寄给了 曾经被卷毛和红姐欺骗过的人 让他们重新过起了幸福生活 相信只要心怀善意 好运就会眷顾着你 下一个倒霉蛋究竟会是谁呢